大梅 大梅 你来了 你来了 我正做梦梦见你呢 想媳妇想疯了 皇上 去去去 赶紧穿衣裳 跟朕出宫 皇上咱们又要出宫啊 大梅在宫外的时候 一提出宫 他乐得鼻润泡都出来了 拿皇宫当你们家呢 明日就把大梅发配新疆 你信不信 我信 赶紧去 皇上 你等着我 皇上 驾 哎呦 你有兵呀 哎呦 哎呦 那都说你窖子里的人有兵你嘛 隐欺大的恨 哎 哎 我说这位郎中 你这一口陕西话 大呼小叫的说什么呢 哎 哦 原来是个瞎子 吓我一跳 你可长得真像一个人呢 哎 天啊 像的人躲得恨 哎 哎 哎 你生个像谁吗 哎 你别瞎大听 说出来吓死你 哎 哎 你刚才说什么 哎 哎 这些大得恨 行啊 你 没想到你这位郎中 瞎么合眼呢 隔着轿子 还能看出他的病情来 哎 咱随便确实杀人嘛 不要说隔着轿子 就算隔着城墙 咱都能踩出病来 好啊 小子 那里就给轿子里这位爷测上一测 他得的是什么病 嗯 居然好停奉边刑所掺 病人在的是 坦荒死争 嘿 好 夏郎中 那你再给测一测 他这病得了多长时间了 半个月 哎呦 神啊你 哎 如果咱能给轿子里人说个话 我还能采负了他能奉全语 活死全语 好啊 哎 大家停着啊 休息一下 打打气 哎 夏郎中 嗯 你给测一测 嗯 如果要是测不出来 别怪我砸你的摊子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笨猪 嘿嘿嘿 嘿嘿 张大人 叫你呢 你才是笨猪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撒驴 沙尼 哈哈哈哈 撒啊撒啊 嘿嘿嘿嘿 这位张大人什么时候痊愈啊 摸得救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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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我什么时候让他痊愈 我立马让他下轿子走路 你信不信 信信信 嘿嘿嘿 起轿 走 走 怎么样皇上怎么样 那轿子里的人是在装病吧 装病还在其次 朕敢断定这轿子里边绝不是张景发 啊 啊不对啊皇上 您又没见过张景发 您怎么敢断定他不是张景发本人呢 朕没见过张景发 朕知道张景发熟悉法兰西文 朕问他的几句 都是法兰西文中最简单的问候语 他居然觉得朕是骂他呢 他能是张景发吗 皇上您刚才说法文了 嗯 小明我怎么没听见呢 嗯 朕开始说的笨猪杀驴没听出来啊 听见了 哦 原来法国人问候就是 笨猪杀驴 哎 我以为你骂人呢 雄无点磨你懂什么 可照你发他懂啊 他学过法兰西文呢 朕得赶快发一个极箭 让昌平县令把刘全扣下来 这件事和刘全有关 必然身后有和珅之耻 让他们好好地审上案子留下口供 然后我们和和珅对账 打他个措手不及 好皇上 这下有和珅好瞧的了 走 走 好 何人吃了豹子胆 敢挡你刘月的去路 刘大爷 你好威风啊 老爷 您怎么来了 哎呦 老爷 看我怎么来了 我要不来的话 你脑子掉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 老爷 奴才又错在哪儿了 我问你 路上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 没有啊 没有 你路上碰见谁了 刚才 没碰到谁啊 好好想想 哦 对了 碰上一个卖假药的虾狼中 虾狼中 你眼睛才瞎了呢 他卖野药 他要是卖野药的话 我们都成了孤灰野鬼了 那他是谁啊 那他是谁啊 皇上 皇上 哎呀 多亏我留了个心眼啊 我知道皇上半夜出宫 绝不是去勾兰瓦舍荒唐去了 我这才提前赶了来 要不然的话 你想想 奴才知罪 不过 皇上并没有见过张锦发其人 他身边也没有张锦发的同僚 想必不会有什么破绽吧 哼 皇上脑袋那么笨 你也能当皇上了 老爷是说 皇上看出破绽来了 我敢担保 你走不出昌平地劲 你就被人抓了 那该怎么办呢 老爷 幸亏有元虫患的同党作乱 如果出了什么事的话 可以推却一些 奴才明白 长点脑子 办事巧妙一点 别再惹麻烦了 老爷放心 刘全绝对不会一错再错了 行了行了行了 把你的马让开 混账东西 走 刘烟 怎么不走了 哎呀 甘肃千里迢迢 路上让你受罪 大爷我是于心不忍呢 真的不走了 不走了 哎呦 多谢刘烟啊 谢就不必了 莫老板 一路走好啊 回见了您呢 回见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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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对了 老爷我也得来一下 回去 你好有个交代 还是你来吧 轻点啊 你说老爷我这是受的什么罪啊 好了 好了 把这脑袋给我砍下来 是 好 好 好